八岁女孩双目失明 纹身抽搐 真相竟然是摘了一朵路边的野花 今天带大家盘点一下中国五大毒花 尤其是最后一种毒性极强 第一 家竹桃 家竹桃被称为世界上最毒的植物之一 它的花 叶 金 甚至全株都有毒 并且毒性还很强 几片叶子就能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 对于婴儿来说更是致命的 一片叶子就可能浑身红肿 甚至丧命 第二 曼陀罗 曼陀罗又称阳金花 它们平时喜欢生长在住宅旁或路边 其全株都含有剧毒 以果实特别是种子毒性最大 嫩叶刺织 其主要毒性成分是生物碱 如冬粮荡碱和阿托品 它们都是毒性碱组织剂 一旦误食 严重者在24小时后出现晕睡 静蓝和紫干 最后淤泥死亡 第三 比安花 比安花又叫红花石算 比安花虽然好看 但它的根和菁都含有剧毒 球根中含有生物碱 立刻零毒素 如果误食 轻则可能导致呕吐和腹泻 重则可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瘫痪 甚至危及生命 第四 益品红 益品红是世界十大毒花之一 目前在国内大部分省区均有栽培 其全株都含有毒素 一旦触碰到其白色乳汁 皮肤就会出现泛红和发肿 如果枝叶不慎进入眼睛 则可能会造成双目暂时失明 尤其是家中有小孩子的 一定要严格进行看管 第五 毛帝黄 它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名字叫杨帝黄 顾痛脚痛 甚至可出现心跳异常 严重的可直接危及生命 那么你见过这些花吗